前一阵子歌手李大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担任了一回嘉宾主播 那同时也告诉我们他现在是非常的忙碌 一方面要宣传他的新专辑 再一方面就是要为他即将举办的个人演唱会进行彩排 没错 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报道过 说为了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他正在积极努力健身 同样在歌曲方面他也在努力排练 最近我们去排练厅探班的时候 就意外的发现了另外一位好声音吴莫愁 原来他也过来探班了 李大牧的个人演唱会正在解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为了给李大牧打气 吴莫愁亲手送上烹制的鸡汤 贴心的行为让李大牧感动不已 蒙选秀节目结束以后 吴莫愁和李大牧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 一起合拍贺岁片 一起出席公益活动 又同为家乡演唱新单曲 之前还曾传说过两人将组成 李莫愁组合 俨然一副最佳拍档的相处模式 公司是不是想把你们打造成像毛宁 还有杨玉莹那种金铜玉女 我首先你觉得 我觉得 我们俩不是金铜和玉女 莫愁 我觉得也不是玉女范 它是非常国际范 我们俩是比较实在的孩子 是实在范 不仅是在工作中合作频繁 李戴默和吴莫愁私下也是交流密切 李戴默曾因为一些负面新闻情绪受到影响时 好友吴莫愁则是挺身而出 问一下你们是平常交流的多吗 我俩是一般的多 有的时候对我之前发的一条微博 我就说 我就说可能自己的长相会被这种攻击 我想说 要我跳楼好了 就开玩笑了 就跟大家说 说有没有跟我一起的 我就说随哥 我是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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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A 是什么 你 有一点